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是看你这本书上写的 胰臟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 我看了这本书之后 我问十个人 十个人没有一个人答出来 十个人第一个都是讲肠子 然后再来就猜胃 再来就猜不出来 小肠什么都猜完了以后 没有人会猜胰臟 所以胰臟是这么最大的一个消化器官 照理说我们应该要很了解它才对 是 没错 很对 我们对它根本不熟悉 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 这个是消化器官 但事实上消化器官有两种形态 一个是中空的 你看我们从嘴巴开始到我们肝门 都是中空的 所以说中空的器官 它的检查就比较容易 目前来讲所谓捏视镜 直接算个管子进去 那这个所谓的消化的器官 有实心的 像肝脏是不是实心的 胰臟也是实心的 感染也是属于中空的器官 那这些器官的话 通常来讲就构成我们的消化 消化的那个系统 消化系统的器官 那我们从读表可以知道 这个是肝脏 肝脏下来 你看这两个胆管 这个的胆管 也就是说 我们这边很清楚 上一次的节目 我们也讲清楚 这个是 这个胆然拿掉的话 人家就很质疑说 那个胆然拿掉 不是说 那个胆汁灭了 不是的 你还是一个胆道 我们知道因为胆汁 其实是肝脏制造的 那我们为什么先讲这个胆管 那下来就是 这个是 胆然管 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肝外的胆管 结合起来 这所谓的中胆管 中胆管一直下去的话 就在我们十二指肠的第二部分 开口 流出来 那就变成我们的 跟我们小肠衣的里面的消化 消化 因为胆仗就在胃的后面 然后后面有一个叫做 所谓的脊椎 脊椎 脊椎 那胆仗又在脊椎的前面 所以胆仗就是在胃跟我们的脊椎的中间 他就躲在那边 所以他是躲在后面 对 那刚才主持人讲的很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最大的器官 但是他最重要的是 他很难找到这个病变的地方 我想讲到病变就是说 一旦你发生病变的话 可能就是指日可待 你们发现说 在过去 我们所谓的影像检查的一些工具 还没有发达 那所谓影像检查的工具 包括我们所谓的超音波扫描 那腹部超音波扫描 可以看到肝胆乙皮肾 这样的器官 这样的仪器还没有发达 那再来电脑断层 大家都知道了 还有核磁共振 这些种种的都是这样 这个是所谓的影像检查 还没有发达的话 这仪仗是很难 可以发现它的问题的 那在过去我们也知道说 有症状再来找医生的话 可能那还来得及 现在不是了 一旦如果是 你已经发生了症状 就来不及了 就来不及了 所以过去的 二三十年的一个经验 我们知道 一旦一旦发生了 它有症状 不管是它的一些 身体发生了一些 所谓主观的症状 或者客观的一些 检查异常的话 事实上你的存活期 只有四个月到六个月 四个 所以说那怎么积极治疗 很难透过一年的 所以移脏重要在这里 那再来就是说 主持人讲到说 移脏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 为什么 我们也知道 这个食物的 需要消化酶 去做一个腐酶 进行它的消化分解 这个吸收这样的构造 这个功能 那移脏可以分泌哪些 这个消化素有移脏酶 还有紫胺酶 甚至于淀粉酶 也大量的是在 那个移脏里面制造出来 那上一个节目 我们听到说 淀粉酶 事实上在我们脱育里面 就可以制造出来 但是它是一个少数 而不是很多 很大量 在移脏可以大量的分泌出来 分泌 所以说这个 移脏这样 这个 谭医师刚刚讲的 就是说 移脏就是除了 就是我们若发现不舒服的话 是 它当然就是转换成 移脏癌 那它有 它有没有比较轻微的 但 移脏癌只不过是 任何器官 任何器官都会癌 到最后就是癌 癌就是一种 有细胞的不正常的分裂 不正常的增生 不正常的突变 它没有原来的器官的功能 而影响原本的器官的功能 就在癌 但是我们刚才讲说 移脏 我们重点好像是在 消化这方面的 分解食物的方面 但是有没有听过糖尿病 糖尿病 所以说移脏不只是 它有外分泌的一个 外分泌的一个功能 还有外分泌就是消化 消化酶酶的功能 还有所谓的 内分泌就是胰岛素 胰岛素 对 胰胀可以分泌胰岛素 如果是一个人体 有胰岛素的缺乏的话 它就很容易形成 这样的一个 临床上的一个糖尿病的 一个症状 所以说很多人 胰胀有毛病 他不一定说 有两种人 一种是胰胀有毛病 它表现出来是糖尿病 糖尿病 因为这个 这所谓的胰胀的 没办法很正常的 分泌所谓的胰岛素 那因为我们 糖尿病的一些新陈代谢 这个利用 一定要胰岛素 去做一个 所谓的一个 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没有胰岛素的话 我们的血糖的代谢 就没办法很完整 那所以血清 血清里面的血糖 就会高 造成我们所谓的糖尿病 另外一个就是说 既然说很多人 这个发现是 这个血糖过高了 但是我们医生也会提高警戒 是不是胰胀发生的问题 这个一定要 这个所谓在注意的 在脑海里面 一定要先排除这样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说 有些胰胀是 因为刚才提到说 所谓的外分泌的一个现象 它主要是分泌消化酶 那消化酶有一种叫做 指环酶 那如果是指环酶 通常来讲 就在胰胀里面 分泌出来的 那没有脂肪酶的话 怎么办 这油脂的东西 没办法分泌 如果跑到小肠里面 就很容易刺激 我们的黏膜 一些种种的一些机制 那变成所谓的 拉肚子 可是拉肚子出来的东西 因为它 油脂不能消化 分解吸收 所以油脂 你会发现说 奇怪 拉肚子 所以脂 这个脂泄性的 就是里面泄出来 都是油脂 所以你马桶上 就可以发现一些 油脂浮起来 那时候要注意看 比如说你是不是 胰胀 这个脂肪酶的功能 没有了 第一个就想到 是不是胰胀发生了问题 所以说就是 我们每天排便的时候 要检查的道理 就在这里 那其实如果有油的话 不要认为 是你的胆出问题了 因为我们以前的认知 对 就胆割掉了以后 可能就是会拉油 其实不是 是胰胀的问题 是 那当然是你大量的 很快速的 大量的吃一些油脂的东西 如果胰胀没办法 一时间 敷泌足够的一些消化酶 这个所谓的 这个脂肪酶的话 它也会表现出来 说有些 有些小姐也好 有些人也好 他肚子说有油 事实上这个 也不要太过精悍 那可能吃太多 吃太多 一下子吃太油 或是 他没办法消化 去吃人家洗酒的时候 对 所以说有时候 细脚慢叶就这样 细脚慢叶看起来 有讲过就是 脱手跟捕手 这样的功能 你就让它 这个是食物 有充分的时间 跟这个消化酶 这个所谓的 结合在一起 相聚在一起 来做分解的动作 如果是你一下子 吃太多的话 就容易拉肚子 就这样 偶尔 有一点油 不用担心 如果就是 长期的这个样子 就要看看 胰脏的问题 不过在这边 我有个问题想问 要谈医师 到底是什么东西 造成我们这个胰脏 在分泌这个 胰岛素的时候 出了问题 就是它可能 不足够啊 或是什么 是因为睡眠吗 还是因为 当然遗传 我们知道 跟吃啊 跟这些有关系吗 对 好 那一种器官的伤害 当然是很多外来的因素 那胰脏 通常来讲就是说 有些人是药物 会引起胰脏发炎的 有些说腻尿剂的 或者是病疫药 这些东西 也会啊 也会有 这是少数了 在文献上是有这样的讲 甚至有些止痛药 也会引起 所以有些不需要的药 少吃 对 不要去吃 然后吃药一定在 这医生的指示 一个剂量下 去服用会比较好一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如果是胰脏本身 如果是 有没有听过喝酒 酗酒的朋友 酗酒大家都知道说 酗酒会伤肝 不是的 酗酒从头到脚都会 都会受伤 全伤 全伤 只不过是不懂程度而已 对不对 比如说喝酒大家知道伤肝 不喝会伤心 这是开玩笑 都是伤肝 有没有像有些 酒精性的肝疾病 因为伤肝 那有些不是 酒精性的心肌病变 心肌 因为酒精会受伤我们心肌 使得心肌的 这说说的功能 这个减少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是 好了 一个酒精性的胰脏炎 尤其是有些不吃东西 营养不够 又大量酗酒的一些朋友 有时候久而久之 可能会刑警 这胰脏本身的一些功能的衰退 会伤害这些胰脏本身的细胞 这是酒精 所以说像我们很多些 我们这个 这个东南部那些 这个 这个原住民 他们需要喝酒嘛 就喝酒 都干喝的 都没有一些 这个营养 配一些肉 什么 起码豆腐都没有 就喝酒 喝的不只是三肝 也会伤到胰脏 这是常见的 那再来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胆管 这个胆管到最后 这个要进入十二指肠的末端 它会跟我们的总胰管 你们看到这个画的图 就很明显告诉说 这胰脏就是那么的技巧 它就是一条高速公路 当然是有一些所谓分支 那所有分泌的一些东西 最重要是这个 这个中央山脉一样 这个旁边很多这样分支 那就会留一个 像这个所谓胰液 我们说胰液 胰液就是里面有很多的 所谓消化酶 除了一些特殊的一些 这个粘液以外 然后就跑到我们这边 那这边很多乳迷在等着 等着 那胆汁我们也知道 胆汁是 也是作用在这个 油脂性的这个 这个食物里面 消化分解的 它也帮忙输送一些胆汁 那加上这个是 一个辅酶 一个是主要的酶 就是脂肪酶 在这边混合以后 那使得我们这个食物 能够很 这个很容易的 这个大分子 变小分子 小分子 在变异成所谓的一些 像脂肪酸这些 然后从水液里面 这个吸收到 被吸收 再跑到我们肝酸里面 去组成 我们所需要的 一个营养素 对 好 这就是我们初步认识的 这个 遗葬的这些功能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聊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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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医师 是的 这个胰臟它 为什么会发炎 而这个发炎 当然有分两种 一种是急性的 一种是慢性的 那这个 它为什么会发炎 对 那所谓急性慢性的话 但是有些人是由症状 那边所表达出来的 那有些是第一次发生的 很痛很痛 可以叫做急性 但是最重要 胰臟也会痛 对 但很痛 痛起来很痛的 但是大家都会把它误认为 是胃痛 没错 没错 这个是有症状的疾病 恍然不怕 最怕是这个症状 我们看这个 还有刚才讲到是慢性 慢性就是说 慢性就是慢慢来的 潜在性的 它也不是很痛 这个好像是一种悶痛 尤其是跟我们所谓消化不良 吃东西好像消化不良 忽战 它也不一定是痛 忽战这种表现出来 这个最麻烦 这个东西 当然是一定要有原因的 所谓我们的疾病 胰臟不是说 刚才主持人讲的 那是胰臟会痛 那是痛都是胰臟 事实上胰臟发炎 或者是胰臟的慢性胰臟炎 甚至于它是一个慢性的胰臟炎 突然间有一次的急性恶化 会很痛以外 事实上胰臟本身 这个症状是比较少 它可能表现出来 就消化不良 好像吃饱会脏 那但是一定有一个原因的 对不对 那刚才提到 它抽烟会不会 会 真的是抽烟百害无益 不要说抽烟大概在肺部 不是 喝酒还有一点点可以活血的 没有错 喝酒少量的酒 在节目上我讲过 少量的酒可以血管扩张 所以有些人喝酒 开始喝酒的时候 这个脸皮也会红的 因为血管扩张 可是叫它继续喝下去 变成白了 白了 清白色 这已经不行了 对不对 所以说酒有两极的作用 少量的酒 它有血管这样的一个扩张 如果大量的酗酒的话 它有血管缩缩 甚至于高血压这样的增转 所以心脏科的医生 专科医师他认为说 他也可以允许 这个是心脏病的人 这个所谓观传动脉的心脏病 有些会睡前 或者是晚餐有点红酒 因为这个适量 适量很重要 这个是酒急乱性 热急生悲 所以我们千万喝酒也要适宜 但是烟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说 现在我们烟都是立法 立法的时候 抽烟的人不能再 三个人抽烟 就要跑到外面去 不能在屋子里面密密空间 像电影烟的飞机 全部禁烟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也就是因为 大家这个是个五六十年来的 这个流行密血的研究 知道烟没有好处 百害无益 那刚才讲说 好 既然这样的话 连胰胀他还沾到边 对啊 因为通常我们讲 胰胃部嘛 对 比较会伤害到 是 但是烟对 胰胀也会有伤害 那当然 就是烟 可怕 酒 还有乱吃药 还有刚才我怎么提到的胆管 刚才是在结束的时候 胆管如果是有吃头的话 胆汁 这个胆汁 没办法排泄出来 也就罢了 而胆汁有时候流到胰胀那边去 或者是胰胀本身的 你也知道胰胀本身的很多的一些 很强力的一些消化酵素 把这个胰胀本身的那个细胞 自己溶解消化 也造成胰胀炎 这是胆结石 如果是胆结石 刚好卡住这个 他们的两个分叉的地方 汇合的地方 那根本是 他的所谓的遗疫 也没办法排出去 胆汁也没办法排入去 然后倒流 倒流到这个肝胀也好 甚至也就倒流胰胀里面 出现一些这个疼痛 这时候痛是很相当的痛 相当痛 好 刚才提到就是说 除了这所谓 发炎以外的疼痛以外 还有一种就是肿瘤 如果是胰胀本身有不好的东西 它是慢慢长的 你看胰胀的头是特别大 这是胰胀的皮部 事实上它的肿长大概是 15公分左右 那这个是尾部 这个是胰胀的尾部 通常来讲如果是 有些人就是 这个胰胀头越来越长大 我讲只有长大就是所谓的瘤 这癌症 它压迫到胆管 胆管使得胆汁也没办法流出来 它表现出来不痛 有一个在我们临床上 叫做无痛性的胆汁滋流 这没有痛 可是你这个喝的 这个这个 你发现这个 它的脚末是 这个是黄色的 那小便是茶色的 因为这胆汁 全部跑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去 这个时候也要提高警戒 提高警戒 另外一个胰胀的 这个本身的一个症状就是说 它除了血糖也不正常 刚才说 因为如果是 这个刚好细胞 是伤害到我们的所谓的 那它有这个β细胞 β细胞是主要分泌我们的胰岛素 如果受伤的话 胰岛素 这个所谓的胰岛素 这个β细胞不够的话 它可能就造成我们的血糖的异常 甚至表现出来就是糖尿病 这个也要小心一点 对不对 那胰胀头如果是 它是慢慢长不痛 大家没有感觉 那有在临床上 在好多的这样一个case 就是说来的是无痛性的 胆汁滋流 胆阻塞 这个时候一定要排除 这是个 旁边有些器官的增伤 增伤 压迫到这个中胆管 使得胆汁没办法下来 这个是 这个是一种原因 如果是石头 在里面 胆管里面塞住的话 它会疼痛 如果在下面 外面压的话 在外面压的话 反而不会疼痛 那这个我们可以 首先用那个超音波扫描 超音波 那超音波扫描 有一个盲点 讲到这个 那超音波扫描 对于胰胀的 对 它是一个盲点 因为它在胃的后面 后面 胃里面不是很多消化 那个胃衣吗 还有空气吗 好 第二个 这个还有仪帐上面 有肠子 肠子你知道 肠子有气 肠子有气的 如果超音波扫描的话 腹部超音波扫描 一个盲点就是说 它没有办法很清楚的 看到整个 这个胰胀的外形 这个外形 所以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 好 没错 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人是很聪明的 这个不行 就走另外一条路 好了 这个胰胀 这个因为怀疑 对于这个胰胀的检查 有怀疑 甚至有高度怀疑 有其他的一些病灶的话 你就做一个 有没有听过电脑断层 大家都知道 电脑是切嘛 你躺在那边 这个超音波扫描 还叫你这个滚来滚去 滚来滚去 如果是电脑断层 对 那电脑就躺在那边 卡卡卡卡 24切 这个64切的 这样一个切切切 切 看有没有一些 异常的一些阴影 这些都是影像检查 影像检查 不一定是 这个所谓正确的 有看到一个不正常的影 他就很紧张 有个不正常的影 医生告知你 就很紧张 是不是癌啊 不一定了 因为有些是 无疑惊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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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 结果大家都不知道 没有可能 对 所以说我们就是 影像检查以后 我们就还 甚至于我们做穿刺 这个穿刺 穿刺啊 穿刺 这是活体的 组织的一穿刺 就是 一般人家如果怀孕的话 那个羊毛穿刺 这样穿进去 对对对 那这个也是用真相 没关系 这个都是技术上 现在都能够克服这种技术 因为我们可以用超音波 一个探头来做引导 很明确的告知说 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穿刺 不是的盲目的穿 像我们早期 我们住院医师做干穿 这是怎么样 盲目的 那是没有超音波 超音波是70年代的时候 开始盛行 我当一住院医师 60年代的 那个东西就是比较 但是我们也做得不错 但是有 有那个所谓的 超音波的指引之下 导引之下 来做穿刺的话 相当的 更准确 更准确 更安全 最主要是更安全 那我们就凭这样的一个穿刺 这个来看看 可是话又说回来 然后穿刺就是绝对 这个是把你的诊断 这个百分之百的 这个确认 也不进了 那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最后一招 剖户探测 那就要真的打开了 对 除了这所谓的影像 不管是你做一些 这个X官 打一些显影剂 还是觉得怪怪 有个影子 就不知道这个影子 是好的东西 还是坏的东西 那最后一招 但是要征求 这个应该是 这个是 SOP是对的 征求这个病家 或者是家属的一个同意 你就打开 破板 剖户 所以有一种检查 他就剖户探测 检查 再治疗 顺便就治疗 直接拿出来看 对 所以一定要拿出来看 所以外科医师 这个是 那拿出来看 你也把它切掉了 切掉以后很容易的 就是在那个外面 做一个切片 病理切片 到底是好的坏的 然后再决定以下的治疗 那有些切片是叫 所谓冷冻切片 就是说在手势当中 我就先拿一些 这个所谓可疑的组织 然后马上送到病理科 所以病理科要值班 不要以为说病理科不值班 我开刀你就值班 尤其是大医院 他有这个 马上就是 这个 马上做切片 做染色 那个医生的小时以内 因为病人就等你 到底又要切多少 尤其是乳肝 我想有经验的一些朋友 他知道 奇怪 等乳肝那边 很快就切好了 为什么要等这个 一两个小时 才决定说 要全部拿掉了 或是局部切除 这个就是 他在冷冻 这个所述 冷冻的 这个病理切片的组织的一个报告 整个 跟他讲说良性 好 我可能做局部的一个切除 这个是恶性的 可能是 大家沟通以后 可能整个乳肝拿掉 或者是整个胰带拿掉 或者是怎么样的 或者大部分的切除 这个有病理组织的一个 这个是良性恶性的一个分发的结果 来做决定 这也是一种很积极的治疗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所以说其实呢 这个谭医师所告诉我们 就是提醒我们 其实有时候我们大家的认知就是 真的是忽略了他 对 长期的这个可能 吃完饭以后 胃的不舒服 有可能是胰脏出了问题 对 那如果说你要检查的话 胰脏千万是不能漏掉的 对 好 我们这个休息一下 回来再来谈一谈这个可怕的胰脏癌 要乐活在人间 刚刚呢跟谭医师聊了一下 我们知道就是说 这个胰脏啊 他有时候他不舒服 或是他发炎的话 他显现出来的 是让我们都会认为 可能是胃不舒服啊 这里不舒服 那里不舒服 都不会想到是他 那像我有个朋友 他长期以来都是胃不舒服 然后当然他也有去 可能就是照胃镜啊或什么 那胃也真的有溃疡 可是他每次这个胃一不舒服 他十几年了 然后好像吃个胃药他就好了 可是后来他胃病治好了之后 因为他是胃幽门感菌嘛 所以引发的 他胃治疗好了以后 他得了那个糖尿病 而且是急性糖尿病 所以这个会不会就是说 其实他一直都是他的胰脏出了问题 然后显现在胃不舒服上面 其实有没有这个可能 实际上我们现在民众 这个资讯很多 尤其现在网路很多 反正查Google 或者是什么样的 Yahoo打一下 这个是上肤部疼痛 他一大堆东西出来 对不对 那好了 一方面我们这个是资讯很多 大家会自我诊断 这当然是好的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自我诊断 但是最不好的现象就是 自我去治疗 他认为说 我的症状跟他一样 二胃痛吃把灰脏 甚至于三根半月二行起来 而且有土酸水 这样的 那个苏莎就跟人家说 消化性溃疑 然后就好消化性溃疑 再来讲 就找说消化性溃疑 用什么药 这个药吃上我们的drustrol 这个药环里面都可以买得到 我们不会那么严 对 因为不一定要像国外的 一定要医生的准备 医生处方 你也知道 现在是台湾也是在管制当中 现在起码是抗生素不能乱 乱用乱买的 好了 其实又好了 因为症状是这样 不是它会缓解的 那缓解是因为你吃药它缓解 不是 疾病本身就会缓解 所以吃药刚好是刚刚好 对 疾病诊断缓解 我有时候跟病人开玩 疾病诊断 那自己好的不是我的好 譬如说有上部疼痛 他觉得胃痛 我也会听你的话 在检查以前 是不是医生会给你一些药吃 我说 这看起来是要做胃镜 好了 开了三天药 好 下次来排胃镜 谭医生说 谭医生你的药真好 我吃了两包就好了 你就照以前的药开 那我就问他说 我也不晓得你得到什么病 就乱枪打鸟 机关枪 砰砰砰砰 那我们做事情总要聚聚手一样 瞄准再开枪 就是这个又省事又准切 所以我也不晓得 到底是我要好 还是乱拆 我竟然讲说 我猜得很准90% 你也会猜70% 80% 可是还是有10分 还有二三十分 猜不到 这个就是要我们特定的检查 刚才主任讲了一个现象 做进去 胃镜也发现是溃疡 认为就是消化性溃疡 就治疗消化性溃疡 就刚好也有 对 刚好也有 他就把它当作消化性溃疡 治疗了一段时间 奇怪 有好一段时间又再来 要提高警戒 那所以说胃脏炎 就是有时候就是要被忽略了 上腹部疼痛 我们不讲胃 很多病人 病患朋友就认为 上腹部疼痛 就是胃的问题 不是的 老年人还要讲心脏的问题 上次节目 我也跟大家讲心肌梗散 那或者是 有一些胆的问题 这个是所谓的胃脏的问题 肠子的问题 都要表现上腹部疼痛 所以说上腹部疼痛 你找到一种毛病了 你不能讲说他没事 我在临床经验也是一样 做完去 舌长溃疼 好了 治疗一段时间 真的好了 又来 想想看 好像是 这个超育部没有做 做一做 原来有胆结石 所以说不同样的疾病 表现出来是一个相同的疾病 相同的症状出来 表现相同的症状 事实上是两种不同的疾病 表现上的症状 所以有时候在疾病的过程当中 有问题 还是回到原来的医生去看看 去看看到底是哪些东西有缺书 因为我们做检查 不是前面性 全部都做 有时候我们挑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病医去做 那下面可能就是 你是消化性溃疼 当然是做胃经 可能是你要其他相关检查 胆道的问题 或者肝脏的问题 胰脏的问题 可能需要超音波 做一个初次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筛检 这个要跟医生配合 所以追踪很重要 在疾病的一个诊疗当中 追踪很重要 医生也不是神仙 可是你来 他会提醒到 是可要加做哪些 或者是注意哪些 像有些胰脏 表现出来是上部疼痛 你很容易治好了 可是表现出来 越吃越瘦 对 甚至于刚才那个 邯小姐讲的 那个又表现是 好像是糖尿病的一个症状 可能我们要想多一点 是不是胰脏出了问题 像消化性溃疼 越吃越胖的 对 因为你吃 他才会 这个症状才会解除 所以你会用吃 来解除你的症状 所以消化性溃疼 没有瘦的 没有 如果消化性溃疼 他认为是消化性溃疼 越吃越瘦 你可能要想别的 别的疾病 会比较来保险 所以说疼痛 加上 这个是 所谓的 所谓的体重减轻 体重减轻 那再来就是说 有一些刚才讲的 茶色尿 刚好是胰脏头 胰脏头 是这个 所谓胰脏 都在那边 为止比较多 压迫到我们中胆管 使得那个胆汁的一个 所谓通道 不顺 引起了这样 阻塞性的一个 反胆的现象 这也要考虑到 好 所以说其实 今天就是要教大家 就是真的 就是要认识胰脏 不要说什么事情 上腹部一不舒服 就认为是胃 而且胃搞不好 真的也会不舒服 对不对 那你就忽略了胰脏 其实他们是同时在不舒服 对 上腹部的器官 而且我们要 我们是不是要认知 就说 因为从小到大 我们会觉得胃好像 胃病好像是永远治不好 十二指肠溃疡 好像永远治不好 因为好像你的 饮食习惯是这样 对 没错 好像它会一再的复发 所以其实胃病 如果在现在来讲的话 比如十二指肠溃疡 或是胃溃疡这些 它是都可以治好的 没错 它可以缓解 它可以缓解 治愈 但是很容易互发 对 为什么很容易互发 所以就会跟胰脏的这种 万一胰脏慢性发炎 就会摆在一起 就不会去注意到它 像目前来讲 对于诊治方面 都比较前面性的 不是说很多有一种 事实上 我们真正有病的 毕竟是少数 讲不好听 不到百分之三十 甚至也百分不到一半 那其他就是机能的问题 什么叫机能的问题 就是每一个病患朋友 本身的一个饮食的习惯 你饮食习惯不改 这种习惯就造成你的胃病 你治疗好 还是会来 所以有时候不要相信 药是很好的 但是可以帮助你医食 不是说长期在吃药 尤其是肠胃病的药 它不是高血压的药 不需要你每天吃 好了就可以 可以 我既然讲 讲一句话 浪等浪刚讲 医生叫你吃三次 吃两次 可以好的话 今天吃明天不吃也可以 如果好的 慢慢就有退肠的机制 这高血压 糖尿病那不行 那是每天都要吃的药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民众第一个 你有症状 要找专业的医师 去做分析 做一个健康规划 那最康规划 就表示说 你这种症状 到底是哪一种 系统的毛病 那我们做哪些特定的检查 特定的检查的话 我们可以明确的找到病因 好 找到病因 然后对症这样的一个病因 这种疾病 来做一个撤离的治疗 但是最重要 你自己要做好一些 饮食的规划 因为消化道的疾病 跟我们吃东西有 细脚慢炎 我经常开玩笑说 你不能细脚慢炎 也来一个快脚慢吞 快脚慢吞 如果吞炎的话慢一点 稍微也好 那或者是 你再不行的话 找一个吃得比你慢的 两个人 就要一起开始 一起结束 这也是很好 这个要改 没有改变永远都会存在的 每一天都跟这个恋人 两个一起这个情人晚餐午餐 因为对看就一直看 然后慢慢的吃 一餐饭要吃两个小时 那很好 当然是非常好的 训练 当然是训练 因为为什么我们今天 就一直在讲 就是说 为什么一直要强调仪仗 因为在疑胀 如果是疑胀癌的话 通常 譚医师也讲了 就是通常发现以后 大概 能存活的人 几乎非常 大概半年左右 非常少 像我们大家 就是说 最近大家可能 开始会比较警觉 也比较注意这个疑胀癌 是因为这个 你看这个 苹果的创办人之一 这个贾博斯 他算早期发现了 他算比较早期发现 应该是就有了 对 最后才告诉你 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 我们不能讲 对 那事实上 他已经有这种麻痹 也一段时间了 就是他 当然就发现到现在 他存活了大概七年左右 所以说 这个疑胀癌 算是 就是算是 很恐怖的一种癌症 对不对 就是治疗之后 育后的这个 能够好的这个成功率 是非常非常低的 像科学 这个很多 时代在变 医疗的一些 整治 或者是治疗的一些 手段方法 都有在进步 在三四十年的时候 肝癌 一提及肝癌 第一名 灰死不可 对 一定会 事实上不是的 那我们以前教授 教我们肝癌 事实上发现肝癌 都十几公分 二十公分 发现肝癌 但是平均 它的所谓存活率 大概是六个月左右 现在不是 现在后来七十年代 超音波的一个仪器 帮助我们 在临床的诊治 这个很多 我们三公分 左右的小型肝癌 就可以发现 就可以发现了 三公分的 我们所以说 我们大量的在 这个所谓的罹患 这个肝癌的高危险型 B型肝癌 C型肝癌 喝酒的朋友 或者是有肝功力异常 这些的主情 甚至于这家族 里面有肝癌的 这些能够去做大量的 一个筛检 可以找出一些 可以开刀手术 完全治愈的 完全治愈的肝癌 所以说我们早期诊断很重要 所以筛检 我们对这个B型肝癌 代言这些 每半年就筛检 为什么 希望从这里能够找到一些 可以用手术开刀 可以完全根除的疾病 现在所以说肝癌 肝癌病人 一伙您问他说 肝癌的病人 他说二十几年前 得到肝癌 我相信 就好像子宫颈癌 他说子宫颈癌 他也活得好好的 他赶快去做处理 那大肠癌也有二三十年 四五十年 他以前是大肠癌 这早期 所以我们不要围挤记忆的 就是这样 那些问题去做处理的话 总比盲目的 没有头绪的 去乱吃药 或者乱找一些偏关 耽搁一些 所谓的治疗的时机 这是很可惜 医战也是如此 对不对 那有时候 你拼到第一个医生 可能他没办法及时的 想到这个问题 但是你可以给这个医生 多一个机会 或者这个医生 有什么想法 甚至于他做一些 转诊转介 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 但那是最好 不是 好像shopping一样 这边找一次 不行 要找另外一家 或比三家不吃亏 因为小说多一点 别的机会 事实上 你要给原来的医生 多个机会 你就问他说 比如说某某医生 怎么样了 现在还没好怎么办 那我们要做什么检查 如果是他觉得 这个束手无策的话 那可以做推荐 做进一步的检查 总比你自己去找 比如他是专业的医师 他知道怎么 做一些转诊转介 很重要 所以对我们身体 医障 我们以症状来 来找疾病 事实上已经过时了 那时候也就是说 症状一发生的话 尤其是医障 发生已经是来不及了 刚才提到 可能是四个月 六个月的一个存活期 但是如何使得 我们在这个疾病 这原来的病 没有这个爆发 猛爆性的一个出现 甚至也还没有很明显的 这样的一个转移的话 来抢先机 来把这个病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 彻底的根素 很重要 那毕竟已经有 长胰臟癌的话 开刀完以后 讲到开刀完后 怎么会复发 我们开刀是 若眼看得到是不好的东西 去切嘛 可能基底三公五 可能把它切到 其他认为都是好的 事实上 一些若眼看不到 显微精的一些 所谓的癌细胞 已经跑出去了 这个复发 这叫复发 复发之后 胰臟本身复发的 这个机会也蛮大 开完刀 以为好好的 可是过了一阵子 又来了 讲不到一二两年又来了 所以说 它的这个期限 就一直在跟这个 癌细胞在奋斗 所以说很多东西 要弃而不舍 那胰臟除了开刀 是一个最根本的 一个治疗以外 有些人提到 化学治疗 事实上很令人失望 那标靶的 药物的治疗 也在尝试当中 像目前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构想 那个 但是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有一些 效化不良的 那合并有其他的 这个体重减轻 食衣不正 甚至有 有合并一些 肝胆的问题的话 我们要排除 是不是一张的 一个病变的存在 很重要 是是是 好我们再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聊 在人间 在这里呢 赶快再来请教一下 谭医师 我们得这个胰臟癌 它的高危险群是在哪里 因为其实有一种 就是因为有一个 我有一个朋友 有这样子的例子 他是因为减肥 他就是用了一些 比较激烈的方法 吃什么配什么 然后之后就是 吃这个会一直拉肚子 一直拉肚子 但是因为这两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它又有一些热量存在 所以又不是断食 他是靠这个的强泵 一直拉肚子 然后很快的时间 大概半年的时间 就体重就减了一半了 然后之后呢 再不到半年 他就往生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得了胰臟癌 所以 因为这个东西 因为拉肚子这些 它是跟我们的消化系统 也是有关系的嘛 那我们一直把胰臟 不归类于消化系统 所以我在想 后来我回想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在回想 他是不是因为真的那种 比较激烈手段的减肥 然后让我们这个医上出了问题 对 你这个也是宣导 这个宣导减肥 要得体很重要 实在我们在肠胃科也要 或是一般的正规的医疗 我经常跟一些病患朋友讲 减肥很简单 餐餐都吃 餐餐都少吃 餐餐都均衡吃 一定要吃 不能说我东西不吃 就好像及时抗疫一样 只喝水 只喝一些 这个低热量的一些东西 我们是吃五穀杂粮 我们需要这东西 那减下来的话 这个不健康 或者是我们潜在的毛病也出来 那你刚才讲说 我们不要减肥 减肥 减肥变成胰臟 也不是这样子 它可能是一个巧合 那这个是指个个案 不能这样剧烈的减肥 对 剧烈的减肥但不好 因为我们这个是 我们身体上有一些酵素 都是固定在吃 我们吃它就会分泌出来 如果是就好像胆一样 如果是你不吃东西 容易胆结实 容易吸肉一样 因为胆汁 没办法很正规的排出来 因为你都不吃油 它怎么会排出来呢 吃油的东西 才会刺激我们胆来说说 那刺激我们 刺激油的东西 以上才会分泌 你不吃鸡的话 这个分泌的一些消化衣的话 就存在那边 而且造成这个 它的所谓的一些 自体的一个组织 自我消化 自我消化 也是一种因素之一 所以刚才 那个主持人讲的很好 所以有些所谓的高危险群 就是容易罹患 这个是胰臟病变的高危险群 我们一定要针对这些高危险群 做定期的一个侦查 筛检 到底有没有潜在性的 一个胰臟病变 比如刚才提到抽烟的人 有长期大量抽检炎注意 对不对 那比如说 这个所谓的 喝酒的 喝酒的 还有某些药物的 那有些胰臟炎 是在怀孕的时候突发出来的 这是另外一种 还有一种胰臟炎 它是属于自体免疫的一个疾病 就找不到原因 就是自己的 自己产生 身体产生抗体 来攻击自己的胰臟 这个是比较自体免疫的 这是所谓体质的 这是少数的 那再来就提到 有些急性的一些 胰臟的一个发炎 跟我们的胆结是有关系 胆道阻塞 使得这样的一个疑忆 没办法跑出来 它就消化我们的胰臟的细胞 让它这个受伤 这也表现出来 但是不管无论如何 有症状的 疑伤也总是好办 因为你有症状 我就要去查 最怕是潜在性的 也不是很大痛 忍一忍就过了 吃个胃药也好了 那以为说 就是普通的毛病 忙起来也没办法来找医生 所以现在看病都是 身体好都是看医生 我有一个病人讲说 怎么他没有来 他身体不舒服 在家里休息 我就那时候就应该来看医生 怎么在家里休息 好的时候 好的时候来看医生 不好的时候就在家里睡觉 这个就很奇怪 所以很多东西 事实上 医生是很喜欢 跟大家好像朋友 这样相处 有什么问题 不要选择性跟医生讲 你讲嘛 你讲我就会多思考一点 不要说 这个你不应该知道 这个他知道干嘛 对不对 这个 譬如说你突然间讲说 最近我晚上怎么起来 本来是这个一觉天亮的 从来都不会上厕所 怎么最近呢 两次三次小便 这个小便跟医障有关系吗 有没有关系 糖尿病嘛 糖尿病 不是 我觉得医障真的很难 因为我想说消化器官 消化器官好像跟排泄 跟泌尿不一样 所以没有关系 可是因为他很可怕 因为他就是两种 没有错 外分泌 一个内分泌 看你影响到哪一个 所以他更不是单一的 对不对 到时候他不是像教科师一样 这个是 太难了 这个是所谓外分泌系统受伤 这个内分泌系统受伤 不是miss up在一起的 所以说你要提高警戒 更复杂了 所以我们想得多 我们务事会比较少 所以有些像没有家族病死的糖尿病 突然间你个人罹患糖尿病 一定要排除施理疑障的问题 真的喔 对 你问了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问 糖尿病有啊 爸爸妈妈有 那就比较好说 这都没有 祖宗三代都没有 就是他有糖尿病 他觉得很奇怪 不奇怪 赶快去找 到底是什么原因 使得他产生后天性的一个 所谓胃障的分泌的失调很重要 就是可能我们的主体 是不是胰脏出了问题 或者长肿瘤 甚至于伴随其他的一些 恶性体质 就是说 吃意不振啊 这个 越吃越瘦啦 瘦到不像人形这些东西 还要再找这个便宜 乱七八糟的 这样的来招他自己的一些身体 也是不好的 可是像这种 就是说如果没有家族病死 后天的这种糖尿病 他不是突然会瘦吗 是不是 刚开始的时候 糖尿病不一定瘦 就刚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糖尿病都是 很胖的时候糖尿病 然后再瘦下来 再瘦下来 那原则上 对 但回胖也是造成一种 糖尿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但是 体重控制好 他可能就好了 所以说有时候 在处理这样的一个个案当中 我们要想多一点 胰脏也是一个分泌 胰岛素的地方 如果是分泌胰岛素的地方 受到受伤 他必然也会产生糖尿病 这个糖尿病刺发的因素 那主因就是胰脏 胰脏的问题 这个在临床上 我们要相当的小心 来排除这个问题 好 还有一个 就是上面的资料上有写 就是得胰脏癌的男生 男生比女生多 对啊 就男生比女生是三倍 对 所以有时候男生做错事情 不要太咳嗽 因为他比你短命 所以 我们讲这个 开玩笑 说实在了 这个男生是为什么多 说实在了 男生一直往外跑 工作赚钱 为了家 所以他忽略自己的健康 这是第一件事情 我们这个99年的 男生的平均年龄是 大概是76岁 女的是82岁 竹子6岁 差那么多 对 所以你们 平均的 所以女人要 尤其有时候要 疼胸男生一下 不要 他比你短命 所以 所以现在 所以现在 这些年轻人就讲 以前都是 这个女生要大男生 这样才结婚 现在不是 反正 这个平均不是距离 对不对 反正生理健康最重要 所以说 这个是一种统计学上的事 所以很多疾病是男的 男的是比女的多 除了妇科以外 女的比男的多 所以这个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统计学上的数字 但是 反过来讲 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刚才一而再 再二三 抽烟喝酒 饮食 这个所谓的不得体 好 这个混乱掉的 或者是一些 科医的一些 使得我们消化的机能 受伤的话 这些会引起我们的分泌液 一个失调 这个要注意一下 对不对 那药物的选择也是很重要 是 那是极少数 但是也是要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好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谭医师 来教我们这个 这么重要的仪仗 也谢谢您的收看 乐活在眼间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